Hello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牆內熱傳一篇真實的文章 一名擁有北京211學歷的寧夏女 在她33歲這一年 S在西安的出租房內 20多天才被發現 那這個就讓許多中國網友 感受到這個時代的悲劇 當然不乏有些小粉紅出來質疑 這肯定是創作文 這個時代的中國非常幸福 怎麼可能有人餓死並死在房內 結果昨天被中共警方證實為真 狠狠打了小粉紅的臉 那這讓我想到2020年還是19年 莫查事件也是餓死在自己的房內 那她個人微信上最後一條貼文是寫 我好想要吃草莓 包含今年年初發生的胖茂事件 還有前幾年的五花燕事件 通通都是類似的悲劇 沒有錢或是被人騙 那這篇文章到底有哪讓人感同身受呢 接下來我用自己的話來詮釋一下該文 一個外地女孩死在我的出租公寓 今年4月份我正在北京出差 那天手機突然響起來了 是我2月委託的仲介打來的電話 她告訴我 有人想要出租那15坪的單身公寓 雖然面積不大 但因為地段好 裝修也不錯 所以租金自然也不低 儘管放在網路上後 引來不少的詢問 遲遲沒有下文 那這位租客是一位91年出生的單身女孩 來自寧夏 職業是一個會計師 目前正在西安找工作 那這位女孩初期的乾脆 從看房到簽約不過兩天時間 作為房東 我自然也關心租客的背景 仲介提供了訊息 並不多 但注意讓我放心 從看房、宴房、簽約 一切都進行的非常順利 唯一出現波折的是交租金的過程 最初租客向我要到了支付寶賬號 但遲遲沒有轉帳 後來他又問了我微信 要用微信支付 一樣遲遲沒有轉過來 我也沒催促他 直到某天下午 他終於把錢給轉過來了 後來中介找我解釋說 租客因為輸錯了密碼 導致銀行卡被鎖 專門去銀行親自解鎖之後 才把錢給你轉過來了 當時這個小插曲 並沒有吸引到我的關注 而然這次的轉帳 其實已經埋下了日後悲歌的伏筆 我後來得知這半年租房的錢 竟是從他母親與村裡的親友那裡 東拼西湊借來的 如果時光倒流 我一定勸他不要花這筆錢 乾脆回老家去 而然那個時候的他 甚至對我屏蔽了朋友圈 我對他的近況可謂是一無所知啊 在這段本應該是奮鬥的年華裡 這位年輕的女孩究竟是被什麼給壓垮了 事到如今警方已經結案 但他的死亡依然是個謎 最終被他的父親如同丟垃圾一般的給遺棄 消失了無影無蹤 再也不會有答案 回憶起這一切 我內心依然充滿煩亂 過程中有太多顛覆我認知的地方 觸及到中國社會以及農村的深感之痛 我們如何來描述這位西部貧困山地的女孩呢? 他努力考進了北京211名校 畢業後數年一心想考公務員 多次在自己的家鄉中好眾狀元 卻屢次在面試環節落榜 最終他帶著深深的遺憾與失望遠走他鄉 至今仍然沒找到一份與內心的孤傲 與名校出身 與家人期望相比的工作 最後在無盡的絕望中 結束了自己短暫33年的生命 我也曾氣憤氣憤他為什麼選擇在我的出租房裡結束生命 讓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氣憤他為何無解釋的離開 讓我背負了不該有的嫌疑 但隨著案件的深入調查 我發現自己恨不起來 我為他短暫年輕的生命感到惋惜 也為他一輩子面朝著那一貧如喜的父母感到心痛 更為了西北貧困地區的風俗習慣而落淚 每次談到這件事情 最後只剩下一聲嘆息 遺體被法醫帶走之後 警方很快就聯繫到他的父母 原來在一週前 他們已經報案說女兒失蹤了 最後一次聯繫上是在4月20號 女兒微信問父母要有生活費 母親說家裡實在沒錢了 也沒辦法再去借了 因為在此前的4月9號 母親才借了1萬多塊人民幣給女兒支付房租 4月21號母親又東拼西湊了1千多塊給女兒 但女兒沒有收下這筆救命錢 反而拉黑了所有的親人 至此她再也沒有和家人聯繫過了 她為什麼不肯收這1千塊呢? 反而拉黑了所有親朋好友 答案我們永遠不知道 但從警方中的調查我們可以得知 這個女孩從小成績優異 村裡人問起沒有一個人不豎起大拇指的 作為家裡甚至村裡的驕傲 她一方面愧疚著父母因為她再次借錢 另一方面這1千塊對於她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遠不及她的期望 而她的父母作為寧夏西海地區的農民 能夠讓她去北京讀書 畢業十幾年後仍然負擔她的開銷 實在是非常的偉大 要知道女孩的家鄉遲到2019年才脫貧災冒 當然這是官方說法 而寧夏的西海曾經是重男輕女的典型地區 一個農村貧困的女孩能堅持讀書 已經是極為不易 在於死者的父親交流中 她透露出對女兒厚重的期望 她把書讀下來是我們全家的希望 甚至是村裡的希望家裡就指望她了 我似乎能理解到女孩對考公務員的執著 也感受到她巨大的壓力 6月初女孩的家人聯繫不上她 報了案 當時我還在新疆 一直與辦案的民警保持聯繫 他們告訴我 暫時不要回去啊 第一步要等死者父母從零下趕到西安進行DNA鑑定 才能確定死者身份 我不但詢問死因 警方勝言啊 只告訴我 死亡時間大概是2週至20天之前 遺體高度腐化 因為西安的高溫所知 屋內狀況良好 房屋完好 已經排除掉她殺 女孩父母當晚 就從零下趕到了西安 警方提取了DNA樣本 兩三天後必然有個結果 我心中焦急啊 最終在6月的最後一天 向單位請了長假 飛往西安 飛機上我收到三個危機來點 都是辦案民警打來的 我到家已經是凌晨了 便發個短信告訴警察 我已經回來配合調查了 人生中第一次正兒八景的做筆錄 最重要的是 死者父母堅決不同意解剖調查死因 理由是家鄉風俗不被允許 因為不同意解剖這件事情啊 這起自S案件就變得異常複雜 警方需要大量從外圍調查 來證明這一件是不是刑事案件 民警非常的無奈 並提到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 死者家人從零下到西安 目前正在旅店住宿 每天的開銷非常大 而解剖是需要時間的 他們不想等也等不起 想盡快了結 隨著深入的調查 這個女孩在最後的兩個月生活軌跡 逐漸的清晰起來 她的生活已經超出了常人理解的範圍 我是她在微信上 生前最後一個聯繫的人 儘管她對我進行的屏蔽 但仍然我是唯一與她發先行的人 而其他僅有的幾位聯繫人 通通都被拉黑了 4月9號 仲介讓我加她的微信 並且將半年的房租轉移給我 我收錢後並告訴她有任何問題 隨時聯繫我 4月17號 她再度給我發了影片 又打了電話給我 由於當時我在開會 所以拒絕來電 立刻她就打字跟我說 我非常的花 家裡來了一個天然氣工人 此刻我開始意識到 這個女孩似乎對生活缺乏經驗 容易受到欺騙 容易受到驚嚇 容易把人想壞 我聯想到她的身份證上寫 零下偏遠地區農村 為了給她加油打氣 我還告訴她 我和我的愛人都是公安 有事隨時可以聯繫我 時間到了6月3號 我收到了電力公司的短信 告訴我房屋電費已經欠繳了23.17塊 如果不繳費的話 6月4號下午1點 房屋會斷電 我立刻打電話提醒她這件事情 直到下午5點多 她才回我說 欸我知道了解 但是到了6月13號 我再度收到了電費的短信 而我最後一次聯繫她 是在6月25號 這天小區物業打電話來說 樓上三四層樓有股強烈的意味 經排查 氣味是從我出租的房屋內傳出去的 因為物業聯繫不上我的租客 所以他們找到了我 希望我可以開房間的門 我回想起 她這幾天對我陰性全無的狀況 心裡開始感到焦躁不安 我多次打電話給她 都是語音無人接聽 最後我委託仲介 物業以及開鎖公司 撬開國家房門 結果正如故事開頭所料 最不願意看到那一幕發生了 她已經過世了 在配合所有調查之後 我還要與死者家屬見面 死者家屬竟然是希望得到一些賠償 警方告訴我 沒有法律義務進行賠償 沒有錯 你也可以不與她接觸 但他們生活在貧困地區 死者生前的消費記錄顯示 最後一次進入樓宇的記錄 是在5月20號 從此之後 她再也沒出過家門 家中也沒有任何做飯的痕跡 她可能是在極度孤獨中死去 法醫推測她死亡的時間 約莫在6月15號左右 我震驚了 她是否因為無法治理生活 甚至餓死家中呢? 雖然警方沒有明說 但我心裡隱隱作痛 最終我還是決定給她家人一點補償 了結此事 女孩的父親向我提出賠償 說她的妻子已經病倒在旅館 我們繼續回寧夏 最後我同意了補償 走出派出所前 把賠償款交給了女孩父親 她在收款碼上 顫顫微微的打開了微信 那一刻 我感到這位父親的心情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沉重 當我目送女孩的父親 將她掃的可憐的遺物 拎著行李箱下樓後 她竟然毫不猶豫的將箱子 給扔在馬路的垃圾桶旁 我目瞪口呆啊 這一刻她就這麼的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無痕無稽 那我們讀完這篇文章啊 可能會有人說 一定是女孩啊 非常的高傲 覺得自己的學歷配不上其他工作 也不願意去找正常的工作 甚至領個三五千塊的工作 一定要去找那種過萬了 現在中國社會這麼內絕 那就是她的問題 但是我們稀稀來想 就如房東提到的 在中國的農村 就是這樣非常固化的觀念 從小到大 一個女孩她可能被當成男孩在養 那她背負了所有的壓力 很多農村地區的人 不管是生男孩生女孩 都是把脫貧的希望放在一個人身上 把所有的壓力都放在她身上 這也可以說是PUA的一種 對吧 我不尊重兒女自己的生活取向 我不尊重他們的興趣 我不尊重他們對於自己工作未來的規劃 把我們想要考的公務員啊 想要的高大商啊 律生醫生的這種職業 強壓在她身上 但這些壓力女孩雖然頂住了 考到非常好的成績 但是在心理層面 女孩可能非常缺乏的關係 對吧 所以她不善與人交流 導致在面試中屢屢挫敗 當然還有一點 熟知中共體制的我們應該都知道 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地區 如果你想要當上公務員 在體制內工作 你必須要有人脈 你必須要有關係 名校是不是綁首那些是其次 所以這個是非常複雜的原因造成的 那這篇真實的故事充滿了令人心痛的細節 揭開了當代中國社會中啊 一個年輕的生命 因為絕望而消失的殘酷現實 這名來自西部貧困山區的女孩啊 憑藉著自己的努力 考進了北京名校 本應該擁有光明的未來 卻在多次抽敗之後 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而究竟是選擇這樣子的 還是餓死的 警方並沒有給出結論 那或許真正的答案 在我們心中已經開花了 那這個故事不僅僅反映了 個人夢想與巨大現實的落差 也反映出了中國農村貧困的社會壓力 以及家庭期望 如何把一個人的生命壓得無法喘息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 掰掰